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后在东南部海面以及海峡的北部风力都会增大 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提醒各位朋友 在明后两天最好不要从事海面或是海边的活动 至于未来的路径 我们从路径前世预报也可以看到 未来第八号台风 它是稳定地往西北溪的方向 经过我们北部海面 预估会经过澎交与附近海面 再往西北溪的方向往大陆的方向移动 它最接近我们的时间 就是在明天下半天一直到星期三的白天 那在明天天气方面 我们预估在明天天气方面 在明天白天开始 北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 在明天白天开始陆续地开始下雨 不过明天傍晚之后 随着台风暴风圈开始影响到我们的陆地的时候 北部东北部地区傍晚到晚上开始 风雨就会开始明显地增大 而且以这样的路径看起来 对本岛的影响 在明天傍晚以后 晚上开始 一直到星期三的早上 是影响本岛最明显的时候 除了北台湾的降雨明显增大以外 风力也增大 甚至其他各地也出现风和雨的现象 那么这台风在未来 它经过本岛以后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未来的移动 之后它还会影响到 我们的马祖地区 所以在星期三 白天的时候 马祖地区还是受第八号台风影响 马祖地区的朋友也要注意 那台风正在往我们的东方海面接近 我们天气即将受台风影响 提醒大家随时留意 我们最新的台风电动态 以上是这一节最新的说明 我们最新的帅力响 这一节目的帅力响 我们一局看板 我们最新的帅力响 我们最新的帅力响